《超级英雄》 五百年前 吴钱安身上 做了一个 关于东方 《超级英雄》的故事 《小极其弹》 《弹道天空》 一定有一个 等于72边的 《超级英雄》 一个东方的超级英雄 一个 曾子弹 从所未见的手梦 超级英雄的几位可能来自于孙子弹的能力很大 像孙悟空嘛 应该十八弹一样样进攻 目前也只有郑子弹具备这个能力 这个孙悟空是属于真子弹的孙悟空 来准备 一二三 不瞒你说我对于孙悟空一开始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用什么方法去演 我肯定要把动作很漂亮 那我就首先把六小龙虹的一个电视剧把它拉回来研究 收集了很多的纪录片 老外对于猴子的一些题材 大约是专门去动物园去模仿那个猴子 做了很多测试 一般的猴是怎么样的 然后吸取的猴又是怎么样的 武术的猴 猴拳 那个猴是怎么样的 加了很多漫画的东西进去 咋也呢 你的眼睛很疼笑 能走路 他这样这样的 所以你有时候看孙悟空 你就不觉得这是耽搁 你继续还就是生活 整个化妆对他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争取 所以是一定要他把整个身材繁茅 整个身体疯掉 他所有血管都是放紧的 先把这个头型带上去 脸部啊额头啊各方面都是需要人手去一搓一搓一搓三三 算起来有1000个小数块 我看到真人大约跟赵青撒一条 真是很有 打的戏比较多 在动作上面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你看他的动作多干净利落 在3D里面你看到 孙悟空是那样的天马行空的一种状态 一个跟斗 什么八天里啊 孙悟空的其实要变啊 拿一毛出来一吹 他变毛腹 变成无数的孙悟空 你将来看到的呈现出来的孙悟空 肯定是你技术最完美的孙悟空 大约跟赵青撒一吹 大约跟赵青撒一吹 最终我来讲是一个成长的孙悟空 是 他怎么去攻打天空 他怎么成长他怎么成为了 变成最后一看到去胜起的那个孙悟空 希望咱们这个大陆天空 可以品现一个东方的超级英雄 品现一个真子弹 总所未见的孙文库